红烧笔木鱼 新鲜的笔木鱼是名贵的食用鱼 它的肉质鲜嫩,鱼刺也较少 清蒸,红烧都很合适 准备葱,姜,蒜 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后放入鱼块 鱼块全部裹好蛋液备用 锅中烧油 放入少许花椒炸香 将花椒捞出 将鱼块放入煎炸 鱼块要逐一放入 中小火煎炸鱼块 不要急于翻面 煎炸定型后再将鱼块翻面 两面煎炸至金黄即可 可以倒入剩余的蛋液 用煎炸的底油炒至葱姜蒜 炒出香味 将鱼块覆盖在配料上面 倒入香醋烹制 加入白糖 加入料酒 加入生抽 加入生抽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煮一会 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 调成中小火继续煮 把鱼块翻面 把鱼块翻面充分入味 慢慢翻动 汤汤汁浓稠后即可出锅 红亮鲜香的比目鱼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